聖誕節奏 聖誕節奏 可以自己選一首 但這首真的太過寶寶 所以要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你喜歡的我可以拍給你 如果你覺得沒什麼特別 就算了 一定會選擇的 不用我教你 剛才這個沒有 我會拍攝那首Jingle歌 給你多一點 我先把琴弦弄好 你看你喜歡哪一首 你會不會是Silent Night 你可能會唱 十六 你可以當作Sight Reading 這樣彈一次 是不是很容易 來吧 Sight Reading 非常好 我來吧 我先把琴弦弄好 好 還是腰不要扭住 你自己坐正 謝謝你 那個大小�� intell 你可以把琴弦弄好 就只靠炒 好 我先把琴弦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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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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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有很多個簡易版本 但是有些音的節拍上的安排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我希望你那種sight reading 的感覺 剛才是擔心的感覺 如果我彈到這樣給你 你覺得我是老師 回家的花瓶 不一定要和音樂一樣 但你彈出來時應該要有信心 這首想不想我拍給你 因為有歌詞還是不用 純粹自己找歌詞就可以 如果下個星期星是可以唱的 需要拍琴音樂嗎 不用 你自己看看歌詞上網 聖誕夜我們就玩完了 現在就看這個 剛才我拿了五線材料出來 你再站一會 先開新葉 好 好 你對亨的旋律 不是歌的旋律 例如你會不會有閒無事 自己欠一下你喜歡的音 例如彈一下門 手在琴上玩 你會不會有這種習慣 沒有的 剛才那首我也不知道是甚麼歌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對這件事有興趣 我可以開個 topic 教你寫 composition 樂理已經沒有這部分了 去年開始沒有了 之前要作八個小節 六至八個小節的句子 一個樂句 加上大小聲 連表音的效果 就給一個 考評那個人 即是改例服卷那個人給分 就是那一部分的分數 但是呢 它改了制之後 就容易了 要作就沒有那一部分了 因為那一部分是很參差的 即是可以很高分 也可以很低分的學生 但是呢 那樣東西 我覺得不可缺少 即是就算人家怎樣改制 我們彈音樂的人 不多不少都要有些音樂的聲音 即是譬如你學琴 我不想你只是來到 只是彈scale 然後彈完歌 然後就夠鐘拜拜 即是我希望是可以 啟發到你不同的領域 即是譬如好像剛才的姐姐Cadence 這樣 初初學琴都好像你這樣 很乖女呀 考級一級級上 學些考試歌呀 學些比賽歌呀 那之後 第一大家熟了一點 之後再慢慢 她又大一個女 那我喜歡聽流行曲 那之後 慢慢她會發展去流行曲的方向 我不一定要你是走那條路 只不過我希望可以啟發到 你有不同的領域 即是你學音樂學琴 不是單靠 就是我彈一些歌 彈得厲害 就叫贏了 你如果發過範疇 你都接觸過 然後知道自己喜歡哪個範圍 然後她專注呢 就可以了 如果現在你問剛才的Cadence 她彈這些不厲害 她不會喜歡彈這些 但她可以彈得很好 因為她其實還沒有太多 但她可以彈到七級的歌 對 還有剛剛我們還沒彈 我們在玩這個聖誕歌之前 我們就彈了一首classical的歌 很難的八道的歌 一拿了一份泡 我最後喝給她的那份 她就已經彈到了一些音 其實我希望各個學生都可以發覺自己的優點 寶寶那些是沒有辦法 我們要跟她計劃的 但你這樣彈的位置 有些東西你可以自己告訴我 你喜歡什麼 我們就做那樣的事 可以嗎 譬如你說今天 彈這個彈得很悶 或者沒辦法怎樣練 那就 skip了 不要彈一堂五堂 那就無所謂的 不會太大影響進度 只要知道你的大方向 我希望在2019年年 年尾或者年中校就可以了 可以嗎 好 那有沒有練習呢 沒有記錄到 好承受啊 說話 表現好 我會加分給你 大放鬆 這個12月 這就快要計分了 這期女生喜歡玩什麼 換個 我問男生不准的 剛才有個男生跟我說 這期女生喜歡玩SLIME 知道什麼是SLIME 知道 我心想 SLIME去年已經有了 還玩到現在 是不是的 這期興奮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就算我去TOYSR 她自己不過買了一些 擺一些熱賣款 但我也不知道 那些是否你們喜歡 因為接下來我要準備 那個獎勵計劃 今年最後一季的禮物 對 對 起碼TOP TEN 你先買10份禮物 所以你要先給我一個建議 那我可以有個方向 如果買東西不適合 本來TOP TEN的禮物 就等到最後都沒有人選 有沒有問 問他 Smickle 有香味 Smickle 什麼都對 Smickle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 OK 即是女生也是 就算她到現在四年級 還是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都適合用 那些東西都喜歡 OK 那我來解釋一下 因為我也有存過這張卡 如果你練了一天 就應該不是太多東西 那我就和你一起彈一下 C21 這首 是要做長短音的 不過做長短音之前 我建議你做什麼 平均音 即他寫什麼 你就彈什麼 記得手指給你 必須要跟 即是 我攤方便用回3 因為你用回3 你去下個小節 就要很大動作 他 我也有起身 即是這些地方有起身 不是說 不是做力加套 不可以做力加套 一定會 你明白我為什麼要起身 因為他這個Score 是微 所以你一定要起 然後這裏 雖然是F 但是你初初練的時候 就不要坐在琴上 太吵了 看清楚手的動作 這個是錯誤示範 接著這個 我看看是錯誤還是正確 正確 因為我要聽這個聲 是不是我叫的聲 這個聲音 明白他跳得如何做 即是說你的三點 是很實 知道我要彈這個位 然後彈完之後 要彈到底 所謂的底 就是他撐到線上 不是真的這個木 掉到底 這是我們說的方式 就是彈到底 是不是真的這樣 按下去就落底 不是 他是撐到那個錘子 在線上 就是這樣 OK 這個比喻 希望你明白 對 對 不要太形象化 OK 真的有男生 會這樣跟我 討論 因為 以這個孩子開始大 他們會 會 喊 不是喊 他們會跟你說 什麼底 怎麼落到底 這樣 我說 比喻 這樣 然後 琴弓就叫他們自己過去看 是這樣 在這條線上 這樣 不過女生好 女生不會做這個樣子 你用什麼手線都可以 你看 你的手很大小 我就用1 2 4就順手 這個 對了 記得我們 今年20… 2021年的項目是 要聰明一點 彈一些Jazz風格的歌 所以這一首是你的重頭節目 OK 知道嗎 我想你改一下你的風格 因為以你的風格 之前都說的 一向都是彈 Holiday 是這個風格 不過幸好你上次告訴我 你不喜歡 是的 你的形象就是這一種 很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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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剛才呢 我離開了一張椅子 你坐回來 你要幫我做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做1-16 因為其實這一堆音 如果你細心一點分析 是在做同一樣東西 我講這個例子 是同一個音 八度這麼相距 當然它不是平均 正常應該是 這個有點特別 這個特別 為什麼呢 一樣方向 一樣方向 這個就是做了兩個聲線出來 它就是這樣的 它是跳上 再跳下 這樣 這樣 這個就是 是做類似這些上落的動作 這個就是跳上 再跳下 你明明我想說什麼 嗯 這個不同的 然後這個也是不同的 但是 最可能就是一樣的 這樣 那你就只用音 然後節奏 你怕得到我 我希望金唐可以加上給你 我想你是做到的技巧 你用這個節奏 唱到 放 做完所有的東西 放 2-3音 這個用2-3 不要用2-1 我剛才用了2-2-1 這樣子舉著藍箱 在這邊 5-1 1-1 1-1 2-1 1-2 2-1 2-1 1-1 是有些不同的 可以嗎 然後又接上 其實 ça 上次沒有加給你 但是應該是差不多 再加上那樣東西 這個是B C D 這個是B 跌低了 之後也有技巧的東西要教了 但要練的時候要加上去 否則很快就會忘記 譬如你跟我說只是彈音的話 不加那些我跟你說的 Talk的技巧 或者是這些 Cross-Hang的技巧 你是彈回那樣東西 之後我再跟你Freder 再聊的時候 再玩一次 也是浪費時間 所以你練的時候 就要重溫一下 看Youtube 你現在馬上看Youtube 我開了你的Castroom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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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